大家早晨了 我就要去浸禮 所以就講得夠見證 其實我聽了想 得夠見證都是兩年前寫下的 其實現在可能有更加深的體會 我講回就是 我小時候是思考型的 我想了很多東西 就是想生命有什麼意義 宇宙是怎樣來的 所以我幾歲的時候就經常看天文學 相對論的書 小時候就想看這輩子有沒有神 我幸好就是讀天主教育幼稚園 四五歲就去外人園做佛讀會 像神是愛 但是我和年輕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快樂 譬如我父母是學天生 我弟弟 我小時候小學的時候 就經常都是給老師和同學欺負的 其實是因為最主要是 我經常都想吸引你自己 老師又覺得我很頑皮 但是我頑皮得來讀書又不差 老師就想到藉口 就說我是ADHB 然後又迫我去看他們校董的心理醫生 就迫我去吃猛仔院 成績當然不好 好了 我小時候就算去中學的時候 我就真的去認識基督教的中學 小學都是基督教 那就是我是一班團契那些 但是很不幸運呢 我都是被一個基督徒的朋友傷害 就是不知道應該是感情的原因 我就被人會覺就是一班人不理我 我當時就跟自己說 我不需要朋友 到之後一段的時間 我當時就見到很高 就跟朋友說 我不需要靠你 靠自己就行 這樣就糟糕了 我當時是一個完全扭曲的價值觀用 譬如就是 結識朋友都是互相利用 我不需要真心愛別人 因為我真心愛別人 別人就會這樣對我 那是很慘 我簡直是 連做了一個假的自己出來 就是自己做了自己的偶像 可能我會很小的時候 就是Steve Jobs 那些是我的偶像 Elon Musk 那些是我的偶像 是真的這樣做的 到他出來做事 去大學 都是就一個朋友居多 但是去到19年的時候 就是社會發生了很多事 我當時只是對這個世界很怨恨 對所有人都很怨恨 這個世界很黑暗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突然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去掃門的時候 是被一些靈界攻擊 我心臟又不知道 一直都不好 跳得很快 那時候沒辦法 看好所有醫生 然後我跟我心臟的醫生說 會有什麼問題 誰知道他會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 我也鼓勵他去找律師 那我就在機緣學校 之後就是有義姑媽 就是帶我認識的義國常律師 然後我第一次回來JPA 就是聖靈學堂 然後就是義國常律師的事蹤過程 還有JPA一直都有幫助 那我之後就受聖靈的感動 其實開始就是有傷心痛沛心 那我覺得自己以前都 真的不是那麼好 那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現在就開始在想 其實我是要慢慢慢慢去接待別人 去理解其實 每個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不應該 因為小小的人 而令到整個世界都是 就是覺得每個人都好像得罪了我 那還有我就在想 就是對他的東西很重要 就是我對愛的想法都是扭曲的 我是真的覺得 是不會有人是真的愛我 但是我就是14年感動之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原來神是真是無條件去愛我 就好像保羅的說 就是愛是人久忍耐是不自開的 還有我就是需要學習的就是忍耐和誠福 還有真的要真真正正地去接納別人不完美 還有更加要接納自己不是一個完美人 就是不可以再做一個假的東西 自己去保護自己 我就是要摧毀自己的偶像 我們是要以耶穌基督為偶 威脅我們學習的認識 所以我就慢慢地去改變我的價值觀 去改變我自己 就算我現在有時候可能令到別人誤會 得罪了別人 無論我對也好 我都會先向他道歉 就是要照顧其他人的感受 我就是以前真的不理 別人怎麼看我也不在乎 就算別人是怎樣我也不在乎 我都是覺得 大家都可以互相利用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 我現在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改變 那求神自己加力給我 可以 見識邊看 超誰 他多不在乎 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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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誰